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席域26更新后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好奇 新的神秘地图跟旧地图会不会有明显的差异呢? 那我们来测试看看吧 测试期间正好为热闷时间加成 所以数据上看起来会偏高 各位麻烦留意 顺带一提 在哥布林地图中开启宝箱判定为击杀 是享有击杀怪物计算及金币加成的 那我们开始吧 在经过21场的连续测试 神秘地图的总收益高达2337万 平均一场也有111万的表现 因为要跟旧地图比较 所以我们除以10 经计算后单张收益为11万 而旧地图因为我不想太浪费 所以测试次数较少 但可以明显发现收益都是偏低的 会有这样的表现 关键是新地图的宝箱 不会有宝箱怪 而旧地图很常出现宝箱怪 而宝箱怪常常只会麻麻雜口 另外提一下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中有几场偏低不到100万 而有一场突破天际来到140万 会有这样的差异 经过重复确认以后 各位可以看到 平均木箱可获得1万 冰箱2万 金箱2.5万 击杀哥布林则是6.5万 哥布林出现的数量 使得收益直接受到影响 所以进场前麻烦祷告哥布林多一点 总之 各位不缺钱的话 请先存好10张后去合成 配合游戏的加成时间 装备 雕像 宠物等 尽可能提高金币掉落率后 再开启地图 神秘地图 使得我们能快速自负 那些钱再变成强化失败的形状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